我的包包分享来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冷钱冷守Neko 之前看到有人想看看我的包包 今天就分享几款 那时间我非常喜欢 而且是无论你去上班 或是出去玩 都非常OK的那种 第一个就是求真这个品牌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之前在我开箱的视频里面 就有说到这个包包 它是用那种很软很软的 这样子一个 石油皮面料 听说它的这种皮的话 会越用越亮 而且说非常好打理 然后它的底部的话 就是那种 橢圆形的一个设计 就是比较大 其实可以支撑起整个包包 它的容量很大 然后你的iPad 然后雨伞 零钱包 钱包 等等这些都可以全部丢进去 它完全就是没有五金的那种金属的 所以说它是非常的轻便 现在这个时间基本上班 我都很爱用它 然后第二个也是求真的包包 那么它有一个长袋 还有一个短的 它可以有两种的一个背法 现在小个子呢 背这种短肩带就很适合 或者什么雨伞的 基本上这个的也能装的进去 而且呢它有一个这个塑绳 就看起来是非常的安全 就是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小众品牌 就是JWP 这个它是一个白色款 主要就是很好看 但是呢 就比较怕装 今天的这几款就是大衣都能用得上 第三个呢就是小CK的这个云朵包包 这段时间它出镜率好像是挺高的 它有鞋背的 还有这个手提的 但我呢就是更喜欢这种手提的 里面的话呢也是能够放很多的东西 就是 你要拿它的时候要在里面逃一逃 去找一找才能找上来 它就是出门呢也能冠结也能用得上 或是这种俏皮一点的这种衣服呢 就搭一个在手上 哦 立马就感觉又来了对不对 也是很好看的 这一次呢分享的四款包包呢 无论是它的款式 还有它的品质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你背出去以后 已经到达了这种感觉是没有的 没有什么事呢 是一个包包不能搞定的 如果有的话 就多买它几个 就OK了